本土疫情在南北炸 可以加上多条不明传播链 持续延收 看得大家人心惶惶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赤鼻强调 开放边境后本土增加并不意外 但不想成为香港就请身边 那23%连一剂都没打的 75岁上的老人家 快打疫苗防重症 从国际目前的趋势 看起来BA.2有渐渐都盖过 BA.1的这个趋势 所以是有可能我们 再来的传播链里面会 专以这个BA.2为主 不过目前BA.2在全球各地蔓延 随着国际松绑趋势 台湾打满第三剂保护效力 能撑到全解封吗 医师将关于指出 打完第三剂续航五个月 可能刚刚好 但能不能撑到明年不知道 所以老人家可能要打上第四剂 才能维持疫苗保护力 未来可能还需要依季节性接种 70岁以上到90几岁的族群 然后其实第三剂的续航力 还是会掉 根据以色列第四剂研究 第四剂施打BNT 保护力能提升至81.7% 打莫德纳则提升至79.3% 专家分析算第四剂产生的抗体 并不像第三剂高出很多 但还是能有效阻止发病 第四剂那时间 大概都不会那么的快 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观察别的国家 打第四剂的一个情况跟效果 截至25号国内第一剂达八成 第二剂达七成第三剂未破五成 专家呼吁尽快接种疫苗降低染疫重症风险 才不会在BA.2大局入侵时 让自己成为重症患者 记者林伟 陈嘉伦台北采访不到 这里头跟一般的XO酱不一样就是 他用料食材真的是五星级来 其实就是你可能烫个青菜 然后你就加一点干贝酱 或者是炒饭的时候 加一点干贝酱 其实就很够味了 来五星级料理到快点够就可以买得到 有需要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资讯了